华团的使命就是要推动国家进步,促进族群和谐 我是盛美兰中华大会堂会长刘志文 你收听的是榴莲台,durianfm.com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欢迎回到听马行空,我是Will 早安好,我是加马 是,那我们,OK,在说这个马华的这个课题之前呢 稍微帮阿龙打个广告 阿龙有留在我们Facebook上留言说这个521就是5月21号在巴胜呢会有一场选后分析讲座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想要去听一听这个分析讲座的话 可以跟阿龙联系或者可能可以留下你的一些消息吧 跟阿龙联系你们吧 对,好了,那这个虽然大选过了以后啊 我希望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热情啊 还不要减退下来 继续保温 继续保温 继续参与这种聚会 继续参与这些这些活动啊 活动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说参与活动只是为了情绪 参与活动呢 不但要在这个活动里面啊 提升自己对这个马来西亚政治的这种理解啊 同时呢 你也把你自己的一些你理解到的一些东西啊 传达出去 传达给身边的人 没错 好,我们看这个大选过后呢 马华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了啊 嗯,各地方呢目前呢都掀起了一种倒菜 以及这个呃 叫他辞官的这个高潮 呃,那么马华党内呢目前呢是士气低落的啊 呃,马华将在这个来临的这个星期六召开一个呃 马华会长理事会 呃,预料呢将要讨论两个重大的呃,课题 呃,一个呢是蔡西利是否应该立即下台 第二,马华呃,到底入阁还是不入阁啊 预料总是啊 所以这,这都是我们之前预料到的事情 还没有选举,咱们就预料到了 而且是说这个入阁不入阁呢 你看吧,我们就说了 现在变成要讨论了 不是一个 对,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要坚持的问题了 是要讨论了啊 嗯,那么这个马华会长理事会呢 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呢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总会长蔡西利 梳理呢是廖中来 呃,副总会长呢 就包括林祥才,黄燕燕,曹志雄 还有颜品寿 那么啊,总秘书呢是江作汉 那总裁证呢是陈才和 呃,总这个组织秘书呢是呃 郑修强 呃,马卿总团长呃 魏家强 呃,妇女主呢是游卓涛 那么委员呢就包括李之亮 和国中,王蔡之,黄家全 还有这个卢成果 呃,另外列席的呢 就还包括了冯正安,蔡志勇 张日舟,阎天璐,姚在天 呃,父子初,呃,呃 杜正耀,呃,邱克海 呃,郑贝川 还有黄妙侠 而总体的看来呢 呃,主要在这个会长理事会里面呢 呃,还是蔡系的这个势力呢 是比较强大的 是,啊 那么呃,就是除了蔡系势力之外呢 其实魏家强是比较独门的 呃,自己 独立 啊,那么黄,黄家定系列的 包括了廖中来 呃,这个黄家全 和国中 呃,呃,这个系列呢呢 就是比较弱 呃,不是很强 那最弱的呢 应该是翁师杰这个系列的 比如说 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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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赛之啊 呃,呃,呃,几乎就没有了 就剩下这这这这一些罢了 呃,呃,呃,所以你,你,你,你看呢 那这一场会 到底能不能够让蔡系势啊 就马上马华会长理事会 能不能让蔡系势 就是说立刻下台呢 我觉得呃,呃,不太容易 除非蔡系势觉得自己要下台 为什么说不容易呢 这个党内压力还挺大的 如果说他真的党内上下全都要他下台的话 他也不得不下 不可能 呃,因为就是说不下 他只有一个 呃,要下的就是他自己马上就能够下 如果不下他能够做的呃,就马华内部全党能够做的唯一一件事 就是召开特大 呃,就让他下台 呃,这个是唯一能够做的 那么呃,蔡系势的这个时间呢 仍然有六个月的这个时间 呃,呃,就是说呃,就是呃 大选之后六个月 马华必须进行党选 呃,蔡系势已经说了 这个党选呢 是不残忍 那么谁呃,能够呃成为 就下一届的这个呃,这个总会长呢 呃,现在这个呃,呃,各种猜测都有 呃,咱们这个呃,标题上面呢 咱们这个预告上面呢 也列出了几个人头 嗯,你看到了吗 是,呃,这几个人头就包括了呃,这个廖忠来啦 是,魏家祥啦 是,还有这个黄家全 还有一位呢,就是呃,呃,翁师姐 对了,这一位呢,可能有很多人也未必真的有预想的到 嗯,嗯,因为他确实是比黑嘛 还更黑的一匹嘛 嗯,对,这呃,据说呢,这个呃,首相呢,有这个意思呢 就要把这个,呃,翁师姐啊,就拉回去到这个呃,这个内阁里面来 哦,首相有这个意思 据说,啊,不过他也有人就是问过翁师姐 说,呃,有没有这回事 翁师姐呢,就说不知道有这回事 啊,没有人通知过我 啊,他这么讲 那今天,等一下,咱们跟翁师姐连线的时候呢 咱们不妨再问问他这个事情 希望连得上他 啊,对,希望能够连得上他 啊,好,这个呃,从,从这一点来看呢 马华呢,将将会呢 就是遇到,呃,一个困难的这个时期 而我,我,我,我昨天也曾经讲过我的这个意见 啊,这个蔡希丽呢,呃,是最好呢 就,就不要辞 就干脆做到这个 他就一直就做到这个 当选,当选为止 呃,他最好的就实践 他这个是,呃,不要,呃,入格的这一点 那,最,最,最近呢,就是马华就很多的,呃,一些地方上的这个,呃,呃,服务中心啊,就已经关闭了 就引来了很多的这个说法啊 呃,呃,就是,呃,现在人家也感觉到了,呃,目前这个问题呢,呃,的确可能是对在华人社会里面的造成一些的影响 那,但是呢,呃,我们很多的网民呢,都觉得这个,呃,马华其实入不入格呢 都无所谓,呃,都没有关系 入不入格都无所谓 只要,呃,你干脆就整个马华就消失了 但是我的判断啊,就我的判断啊,马华虽然是非常的乱 马华虽然是非常的,在这个目前的状态下 你看到他,党争就要,就要掀起了,也非常的低能啊 是,包括欧世贵都讲,就说,呃,你不要说这个蔡西利一个人负责 你应该是集体负责啊,那你,你,你,你既然已经通过了这个 你把他选出来了,选出来了 是,那你包括所有选蔡西利的这些党员,你们也要负起责任来 对啊,呃,现在他你看啊,就是,马华就是这样子的文化 这全部完全都是在预料之中的 是,好像这个事情呢,就是按照一个,呃,剧本,剧本来,来使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要把马华解散,或者整个没了 这个就说,说的过了一点了 我觉得马华是有它价值存在的 不能说完全都没价值 毕竟,无论到时明年上台怎么样 你总得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敌对反对派政党在的吧 我觉得,来监督啊 是,所以呢,这个啊,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啊,在,呃,华团方面呢 就已经有人,呃,是要要求啊 就有人的要求呢,就是,呃,呃,不要,呃,老是坚持的不入阁 你就赶紧,你就入阁吧 哈喽 是,呃,你好,是,呃,这个达哥斯姨,斯杰 我是,呃,你好 呃,非常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啊 呃,呃,呃,你,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呃,这个,你对目前这个大选,呃,怎么看 马华,你对马华的成绩又怎么看 啊,大家众所足思啊 嗯 那么这次,我看马华的这个,呃,呃,呃,应该是创党以来 六十多年来,我看是最惨烈的一次吧 嗯,那么这次的情况,当然,呃,我,呃,我觉得 呃,值得,值得我们探讨的几个,呃,基本要点呢 就是,第一呢,那你这样的一个惨败 那总不能够说,呃,仅只是,呃,某一两方面的这个原因 而是呢,那基本上你这个是牵涉到的 那么这个党到底还得不得民心 嗯,到底在你本身的所谓号称一百万党员当中 嗯,那么是,那么是否还能够呢 继续得到党员本身的支持 嗯,尤其是通过 这个选票,嗯,党员和家属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还有呢,就是你这个党 你本身你这个,你平常的这个组织力 组织力和这个,这个影响力呢 嗯,那这个动员力,组织力和影响力 到底是否已经,已经是,呃,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 到底已经是,所以说一直就见得这流失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种流失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呢 你这个肯定会进不好一段的酝酿啊 啊,那么这些问题我觉得不能够老是避而不谈的 嗯,那么从308开始 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曾经,呃,以副总会长的身份提过 我说好吧,那这个问题我们总得要,叫面对啊 嗯,那包括一些我们喜不喜欢,所面对的这个课题 嗯,这个客观事实,客观的现实 一定要,我们老老实实的,面对,嗯 嗯,呃,这一个全面的这个,这个抛析,这个是需要的 是,是,对,那你,呃,你,呃,你看这个,呃,这一次哈 比308呢,那个成绩呢,更差,把玩成绩更差 呃,你这次呢,就没有上阵 但是你那个选机呢,也丢掉了 雪州是全军覆没了 是,呃,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呃,呃 马华在这个大选之前,呃,由蔡希利说,呃 就是,如果这些大选的成绩不如上阶的话呢 马华整体呢,就不入阁 也不在各个基层呢,担任任何的官职 那现在来到了,呃,这个点上了 呃,目前,呃,据说这个,呃,周末 马华要开一个,一个会 你怎么看,就是,呃,马华这个全体 这个中委做的这个承诺 呃,呃,呃 首先,先谈谈了,呃,我,我不上阵的问题,啊 好,那我不上阵,其实呢 你也知道,呃,是,是什么原因 所以,呃,呃,其实呢,说白了 嗯,那么我,不是我不上阵的 嗯,呃,可能他那个,呃,蔡希利 以蔡希利为首的领导程 那么,可能是认为说我没有胜算 但是胜算是以什么就衡量的 嗯,他没说清楚 嗯,那么,呃,呃,有没有胜算 我觉得应该是在于人民 不是在于你当领袖 一两位当领袖 嗯,这是我去说坚持的 嗯,第二呢,当时他说,呃,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那就是说,蔡希利本身说 啊,因为我呢,我不时在我的文章 我的这个,呃,我的评论当中 我的部落格里面呢,嗯,呃,我对这个,这个,马华 当局提出这个批判 那么,所以呢,他说认为这个是,呃,违反党体 扰乱党体,嗯,所以呢,呃,不该上阵 嗯,那么这个当时 我都知道是得到了他 现任的这个中委会的 嗯,这个核准 嗯,你看看,要 要中委会来核准一个候选人 一个准候选人 该不该上阵呢 嗯,这倒是同一之后吧 嗯,那么这是一个 那当然,后话不说了 那就是,丢失了这个,这个选区 但是最不在意我 嗯,那么在意呢,应该是由的 他这个,这个领导层 那么当然也有一个,一个说法 这个,其实我心里明白啊 嗯,嗯 那就是以三个,呃,国会 让出三个国会选区 嗯,来交换呢 首先说他要他所有的 这个,他的他的候选人 嗯,尤其是选中 尤其是班旦不能够让我上阵的 嗯,这样的一个排阵呢 必须要得到这个 国政主席,国政当局的首肯 嗯,那么这个当然不是新闻 嗯,那么这个也不是小道消息 嗯,其实呢,我是当事人 我心里明白 嗯,那么换句话 我打句子说啊 嗯,那么我说,哦,原来我 值得三个选区去换我一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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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我说 我还有一点,这个 这个,产业的价值 产业的价值 嗯,那是你价值吧 哈哈哈,这是一个 嗯,嗯,那么 那么,回头回应您的问题 就是到底 嗯,星期一会怎样 我真的不知道 而现在呢 其实我已经 跟这个,嗯,跟这个 嗯,跟这个 嗯,他的现任的 这个领导城呢 确实 你说花军界线吗 嗯,有这样的味道 嗯,那么确实是 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 的这个 这个交往 是零交流 零互动 嗯,嗯,嗯 那么我只能够 从我这个报章 媒体的报道 嗯,来了解 这个事情的一个进展 那么我 我估计呢 嗯,就是现在 最重要的 嗯,我只能够说 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在于他 嗯,在这个 这个,在系列本身呢 他在 呃,下一届的 这个党选 嗯,他会不会 寻求蝉蝉 嗯,坦白说吧 说白了就是 谁管他 要不要去蝉蝉 嗯,对不对 嗯,那么现在问题 眼前的问题就是 嗯,你败选了之后呢 嗯,那党严重败选之后呢 嗯,你在 这个 呃,应该在第一时间 你就应该做出 这样的一个 就是勇于 接受事实 面对这样的一个 败局 残局 嗯,要如何收拾 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要经过整 多少天 嗯,你看呢 是,是差不多整 整 整 各多星期吧 嗯,那么 我觉得呢 这个是 这个是 令我感觉的 很难问的 嗯,嗯 嗯,如何的 他要 他要讨论的议程是什么 我不知道 嗯,真的不知道 嗯,那 其实 呃,我 我 我觉得哈 这是在我们的 呃,很多的 网民中间哈 我们的听众中间哈 呃,我都问过大家这个问题 就是说啊,马华未来会会是怎么样 呃,我感觉是很多人对这个 当然可能我我我的局限是在网络里面哈 很多人感觉就是马华已经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作用了 呃,他在不在内阁或者当不当官都都无所谓 所以呢,就是说呃,就是他呃,不不不不辞职 就让他挺着一直挺到这个六个月之内呢,这个马华来到党选的时候再说吧 呃,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可是我倒觉得这种说法呢,是带有一种那个灰心或者已经死心的状态 对马华没抱有任何期望了 嗯,我个人是这么看起来的那个感觉 那那个呃,士杰你觉得呃,你对马华本身有什么 你还抱什么希望吗?呃,现在是呃,众说分语呃 嗯,那么当然了,你说马华本身的机制本身 当然也有很多,你看呃,呃,这个所谓要老蔡下台的 这个声音呢,呃,四起啊,这种所谓说叫他这个下台的声音四起 嗯,那么呃,呃,还有现象呢,我觉得就是大家 那么对这个所谓到底入不入阁是不是应该呢 呃,继续持续下去呢 嗯,这个也有不同的说法 嗯,但是回到一个问题的重点呢,就是到底 所谓说这个内阁,嗯,我们讲国家的内阁吧 嗯,嗯,嗯,我们从一个大格局来看 嗯,国家的内阁这个呃,该不该有这个华裔的代表 嗯,那么马华该不该是呃,继续的在这个内阁里面呢 有的成员,有代表,呃,代表这个华裔等呢 嗯,我倒是这样看啊,嗯,我就撇开我本身党籍不说 嗯,我们说句古道话,嗯,嗯,嗯,那么我说一个,一个政府呢 对,这个是多元种族的国家,当然需要一个多元性的政府 嗯,嗯,能够代表格族群的这个利益呢 嗯,但是格族群的利益呢,以目前马来西亚的格局来说 当然了,离不开是所谓说族群,就是以这个这个种族为基础 不一定只是,你说吧,不一定只是反映在这个,呃,好,马华民政 啊,对不起,马华,巫统和国大党,嗯,主席政党 嗯,那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嗯,所以说,呃,巫统代表马来人 马华代表华人这样的一个,嗯,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 嗯,嗯,那么,第一,呃,即便是在呢,明年这方面啊,嗯,我必须提的 就是,啊,嗯,毕竟在,呃,即便是在明年方面,包括在槟城呢 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副首席部长 也不是有这个,所谓说,呃,第一副首,副首长 啊,那个是马来人,马来人啊 那第二副首长是印度人的,嗯,其实这些呢,都是 嗯,嗯,侷限在现有的这种小格局里面,嗯,嗯,那么就换句话说 那么,嗯,他认为说你印度人,呃,这个代表就自然是会听印度人说话等等,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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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呢,目前当然 还是需要你有这个,所谓是华裔的,这个,这个代表,嗯,但是这个华裔到底是来自马华呢,或是不来自马华呢,嗯,嗯,啊,这个当然值得商缺,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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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是 但是我所期待的是一个更大的格局 最重要就是你任何一位部长 哪怕你是马来人 你应该代表的是全民吧 对不对 全民 你当然这个是很理想的境界 这个阶段行不通 那么至少我们应该把他列为奋斗的目标方向吧 是 那你觉得这回马华惨败的情况下 是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就是首相纳吉呢 就邀请你再一次就是进入他的这个内阁 然后如果首相邀请你的话 你会不会就是答应首相去进入内阁呢 我现在啊 我何都何能啊 我之前我们是 你看啊 这个马华当局 既然已经是好像 就是老早在过年期间啊 这个2月20号 20号的 就已经高调的好像先判我死刑了 那还是过着年了 那么过后你 你以那些为首的这个 对国政当局呢 你也不是核准了他的名单了吗 你不是把我给排掉了吗 就等于说你 你以你本身的话说 就是我没有胜算嘛 对不对 那么既然我没有胜算 我一个这个是根本不能够上阵的人 但是他可能是出于就是说这个国政精神 就是说 既然你你这个马华总会长给一个这样的名单 而且一再的强调不能让翁世杰上阵 那就是为了这场大选 就只好把翁世杰给牺牲了 这么说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么那么之前和现在又有什么分别啊 难道那个时候你马华不能够接受翁世杰 现在就能够接受翁世杰吗 他说不是说马华 就是他不把翁世杰就说 我我拉你进内阁 不在于你是不是马华派去的 只在于就是说 我我现在呢 怎么来讲 就像你所讲的那样 我我还是需要一些华裔的这个 这个呃呃 有能力的这些人哈 在这个内阁里面就是呃 去工作呃 总不能说一个多元社会的国家 他里面呃 一个华裔我都我都不不让他进来 但前提是自己人呃 他他就如果你需要 其实也不一定 我觉得如果首相在呃 内部呃 没有太大 不同内部没有太大压力下呢 不妨从这个反对长那边找一两个呃 挺不错的人做内阁的 不一定说做部长做副部长都 我觉得都是个不不不不错的想法 那来到谁怎么看 有有可能吗 这个在宪法上面允许吗 其实其实现法上并没有说你这个 你一定要从这个某一个执政党 成员党那边挑 那这个我们当然我们都知道啊 那主要是你你这个你作为这个首相 你作为首相呢 那么当然你有这个权利的这个向下议院啊 那上上议院或者是下议院的成员 下议院当然是指的是你的白医生啦 那么上议院呢 当然是这个委派的啊 这个委任的这个上议员啦 那么中间来挑 那这个当然是嗯 嗯 那么回头说我这一块呢 其实呢 我坦白说我倒 我倒没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奢侈的想法 嗯 嗯 我觉得我个人 我当然我的atti 如何发展下去 本来很多人很关心 我非常感激 但是重要的是 那不是在于我个人的 所以说 我个人的政土如何 是在于要怎么样的走下去 国家总体要走下去 我们也希望 那就好好的来治理国家 好好的能够与所发挥 老是这样 虚耗空转 我觉得也不是个办法 但问题是 李温之杰的名字是 马华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把你给扯上了 也就是说 马华的党章里面 也就是说在这一回 大选过后 这六个月里面 必须重新来一次党选 而且蔡希律 也肯定她不残联了 而且她也没有资格再残联了 那么其他的人的方面 咱们也曾经算过 搬着手指的算过 几个什么料 几个什么人 那 但问题是说 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重新把这个马华给整治起来 其实老兄啊 当然一些基层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我们说的是时代化 倒不是说这个 这个所谓 企划什么 那么 我是很坦白的说 我说现在啊 我只是一届 普通党员 那么我连党中央代表也不是 因为已经不是国会议员了 所以连代表也不是 什么身份也没有 啥身份也没有 那么 真的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是 人为言尽 那么如果你说好了 我是曾经是 这个党的这个总会长 没错啊 那个是客观事实 那又怎么样 但是这三年来 那么 我是否曾经被人当作是前任总会长吗 没有啊 对吧 那也不要紧 那也不要紧 那也成为过去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毕竟呢 那么 只是一届普通党员 什么也没有 那你 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 会不会谁入阁啦 等等的 这是我 我只听了有一点呢 这个不可思议吧 我只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呢 国家我还是 对国家的前途呢 我有所期待 期待不是说 所谓说 期待个人 某一个 某一个人 所以我能够做 我还是期待呢 真的 马来西亚社会呢 一定要向前走 能够呢 有更大的这个 所以说 我们说不断地提高 人民的这个 这个对民主的认知 是 那么这方面呢 不能够光是靠吹的 必须要做的 嗯 但目前呢 这个 其实在马来西亚 很多人都希望看到 这个两限制的这个 成型 那当然我现在感觉到 我们国家的经过了 这两场大选 十二届跟十三届之后呢 呃 两限制呢 已经是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那我的看法啊 但但我今天仍然觉得 就是说呃 在呃 这个华人社会中间 当然我们知道 马华是一个主要的政党 滑稽的政党 那么行动党 虽然他声称是这个 呃 多元的政党 但他也是一个 滑稽的这个政党 那么呃 在这个两个政党方面的 竞争方面 我我我觉得呃 呃 滑稽现在成为一个 相当相当的弱势 哈 那其实这样这种弱势的话 对两限制 是不利的 这是我的看法 你怎么看这件事 呃 其实我有同感 我我说这话 倒不是说 呃 因为我是马华这个党籍 呃 还有保留这种身份呢 所以要替马华说话 倒不是 嗯 而是我们说平息而论啊 嗯 这个我们要的是怎么样的 一个两限制 嗯 两限制当然我 我从过去到现在 我觉得 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里面 嗯 两限制是必须的 嗯 但是两限制呢 并不是所谓说 好了 我就把这个某一个政党给打倒 嗯 那么取而代之 然后一面倒 嗯 再一次的让某一个政党 以党独大 嗯 不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嗯 而是我所期盼所 希望看到的是 这个两限制呢 嗯 一个健全的两限制是什么呢 那就是 互相能够发挥 那个监督的作用 这个监督的作用 当然你两方面都必须要 起舞相当 对不对 嗯 你起舞相当 还有就是呢 我们希望两方面都有好的人 嗯 有素质的人出来 没有素质 当然要给他给否掉 嗯 不管他是来着哪个政党 嗯 但现在的情况 看这样子呢 所以狂风扫落叶 是 这个是一个已经看到的一个事实 嗯 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的就是 我们 当一些政客 啊 包括明年的政客也是如此 过去是 不正的政客 我们现在明年真的也是这样说啊 你要认党不认人吧 认党不认人不要去管他是哪一个党的 那总之呢 那么总之啊 总之看了标志 那你把他给 你把票投给他就行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种呢 愚用人民智慧的一个 一个一个做法 嗯 原因何在呢 你认党不认人 选党不选人 最后呢 嗯 有很多的糟粕 嗯 我说的糟粕是本来一些人根本呢 就是 还 我们觉得呢 还不 还不能够 所以说能够挑大梁的人呢 嗯 也趁这正风 能够呢 被选 那结果呢 这当然可想而知了 嗯 那么过去一些 我们时常诟病这个国政所做的事情呢 那么总不成说 现在民间做的就是可以合理化 我不认为这样的是对的 嗯 嗯 那这个 我还记得啊 这个上一届大选308的政治海啸过后啊 是 马华呢 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时还有一个 什么全民的什么辩论会啊 全民大大什么辩 然后呢 在讨论说 马华是不是要这个 这个 去种族化 就走上一个多元的这个政党 那呃 在经过了这一次之后呢 你对同样的这个课题 你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呃 是的 其实我 我还记得当时呢 308过后 嗯 十个月后呢 嗯 也就是在08年10月份呢 嗯 接任 我是零为寿命啊 嗯 嗯 那么 接任这个 呃 总会长 是 任期相当的短 嗯 那么 我还记得在我任内呢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设想 也尝试踏出第一步 嗯 我当时也向媒体放话说 应该最终呢 不得 嗯 摆脱这样的一个主机的这样的一个 嗯 这样的一个框框 嗯 那就是说我们希望啊 嗯 能够不得过渡到呢 嗯 一个拥抱全民的一个政党 这样的一个格局 嗯 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呢 我在我任内的时候 嗯 那么我 我也把这个所谓的MCA 这样的一个简称吧 嗯 这个这个这个简称 其实我 有这样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用心 就是把它 把它就是稍微更动一下 嗯 那么当时这个也后来也注册了一个 嗯 这个所谓 这个One MC Foundation 这样的一个基金会 嗯 是我 我当时所组策的 嗯 那这个这个MCA是 代表什么呢 是Malaysia 嗯 Communities Alliance 嗯 Communities Alliance 嗯 那就是这个 那么 Communities Alliance 就等于 然后大家 这个 忘文生意啦 是 它所指的应该就是最终的 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个格族群都能够 共同参与的一个 一个 是 是 对 那那么就是说 呃 这个 如果哈 是 你当时你在这做这个总会长的时候啊 曾经提出过 想要呃 呃 将这个马华的这个整个这个党啊 更加这个民主化啊 甚至进行这个总会长的这个直选啊 是 呃 但是呃 直到最后你这个这个事情都没有做成 假如 你还有机会的话 你还会不会做这个直选的这个工作呢 嗯 直选是必须的 如果我们 呃 比方说我们真的是 比方说要 要真正的 要这个这个发扬 或者是 在这个这个党里面的希望他能够走得出去走出这样的一个阴霾困局的话 嗯 那么我还是觉得直选是需要的 嗯 嗯 因为一个党的民主 当然了不能够只是纯粹操纵在啊 嗯 呃 比方说呃 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的手中 嗯 那么直选的至少你可以让了 嗯 那么所以呢 这个 所有的这这些党员 嗯 有这个参与感 嗯 他有这个 所以说这个 呃 他有这个话语权 很重要 嗯 是 那么这个 其实 这个直选的话 对马华的这个震荡应该是很大的 呃 你不会感觉到这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 呃 使得马华的基层 感觉到 一种 嗯 一种就是 呃 不愿意 不愿意推动的一种 一种基层下面的力量吗 呃 当然了 如果是比方说有私心的 嗯 所以觉得他 他本身呢 嗯 他 他有私心的话呢 当然 他肯定了 嗯 他就会阻挠 嗯 但是如果你真正你作为一个普通基层党员 嗯 你是希望这个党变得更好的话呢 当然你本身呢 你应该是从那个积极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嗯 那么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说要 要落实这样的一个执选制度的过程当中 嗯 那会有这个或者是那个的这个障碍 嗯 或者是一个客观的问题 嗯 这些当然都有待克服 嗯 这个这个不在话下 嗯 但总不成说还没有尝试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说可能发生的问题 嗯 我们就把它完全的否掉 嗯 那么那种那种否决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呢 因为有私心在作祟吧 嗯 嗯 是 那另外一个方面啊 就是最近我跟很多的这个马华年轻的一些 呃 一些领袖啊 都有过一些接触啊 那么我发现呢 其实有很多有才华的这些年轻人啊 在马华这个党内 呃 但是呢 他们感觉呢 都是觉得说呃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出头 也没有机会发挥啊 呃 你觉得 马华是不是应该到了一个时候了 就是说呃 呃 一个比较比较激烈一点呢 或者是说呃 这个比较 比较这个全面一点的 这个土固纳心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这个是 是 这个土固纳心 嗯 当然是需要 那么我总觉得就是现在啊 嗯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做的是 嗯 这个 白花齐放 嗯 这个白亚争鸣 这个 其实呢 这个很多人呢 其实把这个呃 当然是看成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那么 那么问题是如何去做 嗯 因为做的过程 肯定呢 我们可以看出 嗯 一些所谓的既得利分子的反扑 嗯 这个是肯定存在的 是 那么 那么但是呢 刚才向您所说的是 有才华的人是大于人在 嗯 但是这些人 嗯 是否能够有发挥的空间 嗯 那么这个发挥空间 不一定是要在党中央 而是呢 你在基层 嗯 在区 在州 嗯 那么这些呢 其实 嗯 嗯 那么这些人等 嗯 其实都应该有他一个发挥的空间 嗯 不能够光说说啊 给了一个党职 那就算了 嗯 党职并不是 我曾经说过的是 党职并不是一种 所谓光中要主的事 嗯 而是呢 是责任 嗯 如果只是看成是一个呢 所谓光中要主的一个 一个 作为所谓高赏的 这些 嗯 某些人等呢 就是给他一个 一个虚弦 嗯 那我觉得 嗯 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嗯 那你你怎么看就是 呃 在这几年来 特别是这一次的 这个大选啊 那么 这些成绩啊 那明年所得到的这些支持啊 他所提出了一些的 这个改变一些的理念 你怎么来看 从你的角度 呃 其实我 当然了 我希望呢 是任何一个政党 嗯 包括明年的 嗯 那么既然你得到人民的委托 那样呢 就必须得要 真正的散家利用 这样的一个委托 嗯 为人民办更多的事情 嗯 那么我始终觉得呢 任何的 选前的许诺 嗯 宣言啦等等啦 任何的那种文宣啦 嗯 你所做出的承诺啦 等等啊 口头的文字的 嗯 那么这些其实都应该呢 你在你胜选之后 得到委托之后 哪怕只是 在这个中任务方面啊 你当家做主 嗯 啊 这个 还不能够真正的 这个迈进 迈入这个布城 嗯 但是呢 那么在 中 中任务 中和这个区 选区 嗯 你还是应该呢 有这个道德 应该去落实 当时你所说过的 不能够把这个宣言 当都是 只是一个呢 所谓选举的把戏 选举要这个 其他选票的一个手段 嗯 而是呢 这个是一个承诺 是一个庄严的承诺 嗯 庄严承诺 你现在好了 你坐上去上位了 嗯 上位之后 你要如何去落实 总得要说清楚嘛 嗯 总得要有所动作吧 嗯 那么到头来 那么可能 四五年下来 人民就 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来审核 嗯 你所 你所说过的 你所做的 你所承诺的 到底又兑现多少 嗯 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环谷不变的道理 不管是明年 或者是国阵 都应该如此 嗯 嗯 那 你这么看 那么 这一次呢 明年仍然是有 雪州 槟城 还有基兰丹 这几个州 是 国阵呢 虽然是赢了这些大选 但是呢 他的这个国会议席呢 比上一届呢 又减少了好几个 是 那么 未来的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的五年呢 是 国阵和明年 除了这个相互竞争之外呢 是 有没有这个合作的层面 就相互合作的这个层面 那要立会这个马来西亚的人民 其实呢 在任何一个国家 那么我说民主如果是已经日趋成熟的一个国家社会呢 嗯 那么朝野政党的这种互动 嗯 合作不是不可能的 嗯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问题给看死呢 嗯 那就是说非得要好像说 好像呃 成语所说的汉贼不两立 赤不两立 嗯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 嗯 你在某些课题上 你可以寻求 嗯 这个 打致某种共识 甚至是合作 嗯 但并不等你说你就必须 把握起你本身 你的那个党纲嘛 对不对 嗯 很多人把这个问题看得挺严重的 嗯 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 哪怕是呢 比方说这个党领事务之间啊 嗯 国会议员之间啊 嗯 如果比方说大家 呃 看到在一起用 或者参训呢 哎 那也是成为大新闻 嗯 大家说这个可能有些什么 这个密谋 嗯 你不觉得 现象很可笑吗 嗯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 如果是有一天 这个明连 呃 他们就是 不管是中央政府 或者是州政府都好 有一些可能邀请你 呃 呃 一些现议 或者是一些合作 那就是说 你也是可以接受 这个配合了 对不对 那其实在这方面呢 我当 在担任了担务部长的时候呢 嗯 雪州大城 呃 呃 所以 哈利伊布拉姓呢 嗯 他本身也曾经来过我 但是做 也曾经谈 方 我们也同样的 以理相待 也同样的 真正的是 进行这个 事务性的 嗯 这个相当 的这个探讨啊 嗯 并不成因为这样子呢 呃 所谓说 把给 把他给否教 完全 聚而不见 不会这样 嗯 那那是我这方面的事情 嗯 那么但是呢 现在我情况下 我完全没有 嗯 这个所谓说 一个代表性的 嗯 那么我 我只是一个个人 个人的是 微不足道的 嗯 那那我想啊 问你 就是说呃 那集呃 最近都有提出来 就是这个呃 呃 这个选举过后啊 发现到这个族群的这个关系呢 呃 是有待改善啊 那要需要做一些呃 这个工作 你你觉得呃 有什么就是政府应该去做的吗 在这个方面 其实我觉得也不仅只是执政党 或者是执政党取吧 嗯 那么你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呢 嗯 你在这个整个选战过程当中 你看 大家看到的就是 嗯 呃 其实种族之间的这个关系 有没有崩得很紧呢 有 嗯 有没有受过伤害呢 有 嗯 其实 其实这些呢 我说的都是政客 点燃的这个火 嗯 那么很多民众呢 各有各的这个 支持的民众啊 嗯 那么在动员的时候呢 呃 我看到就是 不时呢 把这些当作是一种呢 所谓说 动员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伎俩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当然呢 就是伤害到很多感情吧 嗯 民族感情呢 这个 为什么要把他们给对立起来呢 嗯 这个当然不言而喻 嗯 是为了他们 呃 这个 呃 夹爱的这样的一个正式利益 嗯 那么我总觉得现在呢 应该是朝野 那么在这方面呢 应该是 走 大和解 嗯 朝野 不能够老是呢 一直在对立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 朝野共同来为 这个所谓民族关系呢 做一些修补的工作 嗯 加强的工作是可不容缓的 嗯 那么这个呃 呃 刚才我们有提到 就是呃呃 选举监督委员会啊 给官委会提供了一个报告啊 其中第一点就指出了 说这个呃 在这次大选里面啊 这个媒体啊 就是特别是主流媒体啊 还是比较偏颇国阵的 就是没有给一个公平的平台 给给给个明年这个方面哈 那你觉得新一届的那级政府啊 应该怎么样 在这个呃 在这个新闻舆论媒体这个方面 给予更大的这个宽松和尺度呢 嗯 呃 其实我只是从报道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啊 嗯 那么当然我相信呢 有关的这个调查报告呢 嗯 还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嗯 嗯 那这个我就还没看到 嗯 那么当然不关怎么样 你说媒体呢 其实除了平面媒体以外啊 嗯 平面媒体以外当然也包括呢 这个所谓说这个 这个网路媒体等等 嗯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说媒体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这样说吧 对吧 如果是公家的媒体 嗯 公家呢 公器不能够实用 是 这个是 嗯 但是呢 媒体我们也要看的 就是包括你这个 这个所谓说这个网 网 网路 媒体呢 网路媒体 那么这方面其实我也看到很多 我坦白说嗯 不单只是除灶 同时呢 非常坦白说是 我我总觉得是已经过了头 过了火的 也受相当的极观 嗯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不好 不管他是来自哪一个政党 其实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嗯 对 那 那些都应该受到监督的 对 但是 但是我 我觉得就是说啊 还有没有可能更更更更放宽的一些 一些举措呢 可以可以做到 会不会松绑呢 我倒是觉得很多 很多时候呢 是会不会松绑呢 主要呢 你还是要看呢 你比方说你这个执政当局 嗯 会不会松绑 那就要考考验他的智慧了 嗯 对 好 那回到这个最根本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 你作为这个马华的一个党员 现在说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啊 那你你觉得马华的前路在哪里 其实最主要的是看你 你认为一个政党 不管你是五十年也好 六十年历史也好 一百年历史也好 嗯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走出阴霾 嗯 你这个时候呢 最重要的还是 从 这根本做起 就是等于说 你回到你的这个 你的 你最大的资产 不是在意你有 多少的这个党产 嗯 党产当然很重要了 但是党产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嗯 而是在于你 你的党员 你的人 嗯 本身有没有这个能动性 是 有没有这个 所以说这个 组织 这个组织力 嗯 动员力 嗯 那么还有呢 当然是影响力 在这个社会上 嗯 那么还有就是在大的议题上 嗯 现在你大的议题主要的 说指的是国家的宏观的大政 嗯 你的参与 嗯 到什么程度 嗯 你的那个 这个 这个观点立场 嗯 有吗 这方面能够切合民意吗 嗯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嗯 第二呢 那就是你在围观地方上的 嗯 地方上的来讲 呃 精英选区吧 嗯 精英选区 这个所谓民生服务吧 嗯 有没有做 嗯 你做的时候并不是所谓说一般上的那种 所谓说 看看公屋啊 垃圾不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说真正的输解贫困 嗯 那么这个呢 有没有给做好 嗯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所以说一个指标吧 嗯 对吧 那么这两方面呢 别的 别的复杂的我不说了 这两方面呢 其实都需要了 嗯 在这个时候呢 嗯 你不只是要做修补的工作 嗯 更重要的就是 敢不敢 能不能够呢 从最基本的做起 嗯 你基本的不能够做的话 如果根已经是坏了 嗯 乱了 那么那就问题大了 嗯 是吧 嗯 好了 那 诗杰 我们今天就 先聊到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你的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再见 嗯 拜拜 拜拜 好 我们刚才就是跟这个 呃 诗语龙之杰 哈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连线 是 呃 我我我我个人感觉哈 呃 他还没有唱开来谈 呃 完全没有唱开来谈 我相信可能是因为这个 他们这个周六呢 还有这个会议 会议 所以呢 可能也不方便讲太多 如果是说太多的话 搞不好影响这个会议的一些结果 或者有新人拿来炒作的话 甚至把他摆上台啊 嗯 这可能他就难做了 这个星期六 嗯 就是他他在在这个讲话啊 包括语气啊 包括一些一些课题 我问到的一些问题 他他他好像没有没有 还是有所保留一些 一些保留 还有一些保留 好 我们我们觉得就是说呃 这这次当然我们不可能就是访问到其他的这几位啊 包括蔡希丽啊 包括这个廖中来啊 黄家全呢 和这个魏家祥 嗯 好 那那你怎么看就是呃 这一次马华这个周六的这个呃 会长理事会 他们在这个会长理事会里面呢 会会运养出一个什么样子的决定呢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那第一个方面呢 当然是蔡希丽本身 嗯 那这个这个会议呢 蔡希丽本身会不会出席 嗯 那如果他出席的话 他扮演这个怎么角色 会不会有一些尴尬 是 那如果说呃 他真的出席 他当然出席 这是他要组 对了 对了 他当然他要组织这个会议嘛 对不对 那他肯定出席的话 嗯 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 第二个情形了 嗯 那他要讨论的这两个课题呢 一个跟他本身是相关的 直接有关系的 是不是他在那边 还是他要下台 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相信他会表明他的立场 嗯 那他的立场 我会觉得应该会很坚决的 说他会直接坚持到这个党 党选 嗯 当然 不过呃 这个蔡希丽呢 他本身也是一个怎么 我觉得他挺爱面子的啦 嗯 一个强人面子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所以如果说他不挺 到那个时候呢 他就觉得说他自己没办法真的下台 他要光荣地下台 其实我 我我觉得整个马华 包括马华中委的诚信 已经没有了 呃 在这个课题上已经没有诚信了 他没有诚信 如果你能够坚持 咱们还给你几分 啊 就是坚持是说 我不入阁 我真的不入阁 我这回就是不入阁 我也不让我让不让我的党人去从事呃 这些东西我停下来 我整个闭门思过 把这些工作交给行动党干 所以我说啊 如果他还讨论这个入不入阁的问题呢 第二个这个课题呢 对 我已经说你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已经 你已经这个呃 没有什么诚信了 对 在这个方面啊 所以我刚才念了 我刚才念了那么多这个中委呃 这个会长理事会的这个名单 我让大家知道 如果说没有诚信 都是些什么人没有诚信 可是我们要理解马华的一个状况是 他们现在呢 如果说呃 能够这样子不去入阁 真的是承诺的话 嗯 他们有一个顾虑 嗯 有个顾虑 就是他会流失好多的这个基层 嗯 我担心有这个 他们有这个顾虑 所以变成他们就不敢说 哎 我不能不去争取 当然你开会 你为什么要留失基层 你的基层如果能够团结一致的话 啊 你同一个目标的话 你的基层不但不会留失 而且更更能够稳靠 可是那现在状况看起来 好像他基层就是要有马华要入阁啊 所以可能这是一个下台的评价 嗯 他开这个会议要讨论这个东西呢 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声音说 哎 我没有马华入阁 但一般说 不是 你就越来越没有 没有颜面了 你这件事情 你不但没有颜面 你就越来越 越没有那种拉力了 啊 这拉力就不在了 这马华就越来越消失了 人家也不跟着你走了 啊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步 现在你 你所做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好的 为什么好呢 啊 你会把很多名称的问题啊 你 你就让给这个行动党去做 行动党他会做 或者他不会做 啊 这都考验行动党的智慧 嗯 对不对 所以这没有问题 你你养精蓄锐 你继续干 你要干的这事情 很多问题要处理 就好像这个林锡翔 给马华已经安排了 这个工作 让他们啊 这个关注这个教育的课题 关注这个治安的这个课题 那为什么要马华做呢 啊 为什么要马华做 马华是执政党啊 对不对 执政党的这个成员呢 要求新内阁去去做这些东西啊 贪污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所以马华 你要赢回民心的话啊 你怎么样摆脱这跟贪污 有有有瓜葛的这些事情啊 比如说林洋石 你现在PKF这些事情 那屁股还没擦干净 啊 陈管才 那屁股也没擦干净 对吧 这两个可能碰不得吧 怎么碰不得吧 怎么碰不得 但是马华的这个元老啊 而且也是这个 所以你就说了 这种事情啊 就是你一个政党 你有没有决心 你也关键在于是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去处理这样子的这个问题 他的牵涉性可能太广了 并不是说可能一两个人 想做就做得来 他必须是整个中委 整个马华团结上下一支 真的去把这个问题做好 现在不可能 马华不是那么样一个政党 其实我对 我对这个马华基层 比较年轻一代 也像曾锅他们了 这一部分人呢 我觉得还比较 是有理想 有理想 对 有一些报复 去做一些事情 对吧 刚才我问到文石杰 就说你对这个 马华的走向多元 有什么看法 其实他还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你知道吗 过去 就马华要真正要走向多元的时候 那种痛苦 苦不堪言 你知道吗 他一旦他成为一个多元的话 他很多一些诉求 就要发生一些改变 如果马华能走向多元的话 那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可以探讨 就是巫统也可能开放 其实巫统要开放 老早一老早就开放了 现在接下来 如果纳吉手上巫统一开放 这些政党都差不多要死 可以这么说 差不多都给要死 对吧 其实你今天假如说巫统开放了之后 这马华全体党员 就直接成为巫统的党员 是 就完了 不需要成为马华 或者国大党 国大党也使得起 到时候你怎么样来 现在咱们是烟囱政治 你知道吗 烟囱政治至少来讲 这一回仍然保住了纳吉 同时让行动党 就赢得了很多很多的支持 支持率 让行动党大胜了 所以这个烟囱政治 我在想 这一次巫统会不会痛定思痛 就说要彻底打破烟囱政治 作为行动党来讲 他会不会 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行动党是这个烟囱政治下 这是最大的这个社会者 对 所以他很难想象 他自己去打破这个烟囱政治 所以其实是谁先打破 谁先走出这一步 所以就是下一节最大赢家了 是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已经到的时间了 就坐在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谢谢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次的重播 希望你继续守着留言台 明天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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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